字幕志愿者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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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跳到第五個tocket之前 很快的 因為只剩 第四個tocket只有一小點 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這個編號是不是要編錯 對 剛是4.4對不對 4.4 所以現在是4.5 對 4.5 應該是有一個 就是我們下一個topic要完全從這個式子開始 那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去講一下這個熱力學其他定律 就是大家都知道熱力學有三大定律 其實應該有四大 應該有一個是地零定律 地零定律大家會覺得很trivial 就是好像有講沒有講好像差不了多少 這個地零定律在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我有三個物體 就是我有ABC三個東西 那這個人溫度是TA 這個人溫度是TB 這個人溫度是TC的話 就是如果A跟B達到熱平衡的話 然後B跟C達到熱平衡的話 那你可以得到一個推論就是A跟C也會達到熱平衡 這看起來很trivial 對不對 你會覺得是這樣 可是這個其實是我們的溫度計使用的原理 涼溫度就是靠這個 這個式子有一個重要的意義 就是達到平衡的兩個物體不用直接接觸 這個是它最重要的意義 就是你不需要直接接觸也可以達到平衡 就是透過中間有一個人 有這兩個達到平衡 這兩個達到平衡 這兩個達到平衡 A跟C就可以達到平衡 就是達到平衡的物體不需要直接接觸 不需要直接接觸 這個在像平衡的時候就很常見了 因為我們有 當我的系統達到平衡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多很多像 有氣像 意像 故像 那有時候不是所有的像都會直接接觸的 那不是直接接觸的像也可以達到平衡 這個是D0定律 那一個就是D3定律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當entropy在0K的時候會等於0這樣 這個是有單位 膠耳末 所以0K的時候 在絕對0度的時候 entropy會等於0 這件事情用那個 用 你用那個Boltzmann的equation 其實是比較好理解 就在0K的時候 這個排列組合的方法就會變1 就是你的系統裡面的東西在 就是在它可以去的空間範圍裡面的排列 就會只剩下一種 那這個 如果這個W是1的話 這S就是0 像完美的金格排列就是 所有的例子都在 就是它應該在的那個金格的位置 那全部都排好以後就只有這種排法 所以這個就只有 這個是1這邊就是0 我們是會用這個結果啦 可是沒有 不會用太多 不會用太多 所以大概提一下讓大家知道 記得有這個事情就好 我們主要還是用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 在我們這本課裡面